中印邊境大大小小的衝突 從來都沒有消停過 對於這些事情 印度一方有很多報導 你到網上查 隨時可以看到 但是中方卻常常用中國山水畫寫意的方式 粗筆勾勒一個輪廓 到處留白 讓中國人對這些衝突的細節一頭霧水 這又是為什麼呢? 對於中印衝突 中共媒體刻意模糊化的報導風格其實是一貫的 包括中共在戰場上取得明確勝利的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 中共在歷史教科書和媒體報導中也刻意模糊淡化這一部分內容 中共這樣做到底是什麼原因? 今天我就把中印邊境半個世紀衝突的前生後世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首先看中國和印度邊境的地圖 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和印度邊境被兩個中印邊境的其他兩個小國 尼泊爾和布丹分成了三段 總長大約是3000到4000公里 如果我們仔細看中印邊境在谷歌地圖上的那些細節 你會發現到處都是互相交錯的虛線 一個虛線表示中方認可的邊界 另一個虛線表示印度認可的虛線 其實這都不重要 因為那是雙方的夢想 真正重要的是兩個國家現在實際控制線在哪裡? 那是現實 地圖上顯示的這三段紅線就是我根據比較中立的第三方信息 標出來的大約目前兩國實際的控制線 英文叫做Line of Actual Control 簡稱LAC 當然對這些實際控制線有些地方的細節位置 兩國還是有爭議的 總體來說 你可以看到 兩國邊境最大的爭議地區是網上圈出的 東西這兩個大的區域 我們首先看東邊這個區域 印度確定這段邊境的依據是麥克馬洪線 是1941年由英國殖民行政長官亨利·麥克馬洪爵士 在英國與西藏之間簽署的 西莫拉公約中提出的西藏與印度的分界線 你可以看到這個麥克馬洪線 基本上是以喜馬拉雅山山脈為界線的 那英國為什麼當年直接和西藏簽署邊境條約呢? 因為西藏在1912年清朝滅亡以後 實質上是處於一種獨立的狀態 我們知道西藏地區是在1240年的元朝 第一次真正病入元的版圖的 在那之前它是獨立的國家 等元朝結束以後到明朝 西藏再次成為獨立的國家 然後在清朝的時候 西藏再次病入清的版圖 但是清政府基本上是讓西藏的達拉喇嘛 真正掌握實權 並允許西藏整個地區高度獨立自治 那1912年清朝垮臺以後 西藏其實就屬於一個獨立的狀態 所以英國便決定直接和西藏簽署邊境條約 而下面這個粗灰線是中共聲稱的中印邊境 中共的依據主要是歷史上 這些地方住的人和西藏的藏民很相似 而且這些地方和藏民有很多的聯繫 但是我們知道了 在過去西藏和世界很多國家一樣 都處在一種有將無界的這個狀態 就是我大概知道我國家在哪 但是具體的邊界在哪 實際上是沒有明確的細分的 所以說中共這種模糊的說法 印度一直不承認 東部這個爭議有爭議的區域 大約有9萬平方公里的大小 然後我們再看西部有爭議這個地區 在這裡印度的邊界線是約翰遜線 這條線是印度測繪局的 一個叫做約翰遜的在1865年提出來的 提出來之後 中國當時的清政府和西藏政府毫無反應 不過根據我當時對這些政府的狀態 我猜他們可能壓根都沒有意識到 這個約翰遜在幹啥 就更別提出來什麼嚴重抗議之類的事了 所以說英國政府當時就按照 沉默就是默認的邏輯 把這個線確定為印度和中國的邊界線 那麼印度從英國獨立出來以後 自然繼承了這個邊界線 而後來中方對於印度聲稱的這個邊界線 基本上是處於忽略不計的狀態 西部這個爭議區域的面積 大約有3萬多平方公里 國際上是把這個區域稱為阿克塞琴 而在中國它是分屬於西藏和新疆兩個省的 印度1947年從英國獨立 而中共是1949年在大陸建立政權 兩個國家在成立之初的十多年中 其實是有一段夢幻般的蜜月期的 印度的第一任總理叫做瓦哈拉爾尼赫魯 他高舉民主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大旗 和甘地一起用遊行抗議的方式 逼迫英國認可印度讓它獨立 他的很多思想有社會主義傾向 他不認為共產主義思想對人類有什麼危害 在他的眼裡 全球當時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國家 兩大陣營之間的對立其實是不重要的 所以他在國際上搞了一個著名的不結盟運動 他就是這個不結盟運動的一個領袖式的人物 在中共49年建政之後 印度是第一個承認中共政府的國家之一 中美朝鮮戰爭之後 當中共和世界處於空前對立時 尼赫魯和周恩來共同提出了 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 給中共在國際舞臺上開闢了一個空間 最新研究還發現 尼赫魯為了不讓剛剛成立的中共國感到窘迫 甚至在1950年拒絕了美國邀請印度 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邀請 當然了 作為回報 尼赫魯在1954年訪問中國時 毛澤東特意安排北京上百萬市民上街歡迎他 讓尼赫魯感動不已 但是 中印之間的蜜月在1957年假然而止 原因是 印度突然發現 中共居然剛剛在它堅信是印度國土的 阿克賽欽地區 建了一個連接西藏和新疆的219國道 隨後幾年 中印雙方反覆談判 結果都是不歡而散 1959年爆發的藏民抗擊中共的起義 給中印關係更是雪上加霜 藏人因為對於佛教的信仰 整體其實是一個比較溫和的民族 1950年中共派軍進入西藏的時候 並沒有遭到藏人強烈的抵抗 因為當時藏人以為中共的統治和清朝一樣 基本上可能是讓他們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主導 藏人還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但是沒想到的是 中共對於西藏採取了強硬的政策 這讓藏人越來越承受不住 終於在1959年爆發了藏民起義 結果起義被中共迅速用武力殘酷地鎮壓下去了 而達賴喇嘛也因此不得不逃往印度尋求避難 毛澤東對於尼克魯政府 居然接受達賴喇嘛的政治庇護非常惱怒 而同時印度民間對於中共鎮壓藏民的行為 也有很多自發的大規模遊行 這也讓毛解讀威是尼克魯政府在煽動 因為在毛的思維裡 他很難理解一個大規模遊行 會是自發而沒有背後政治陰謀的 在隨後的三年裡 中印軍隊在東西兩個主要的邊境爭議地區 發生了很多大大小小規模的衝突 尼克魯也不得不同意印度軍方推行的一個叫做前進政策 就是在中共軍方的後面 在印度認為是他們印度領土的範圍內建立造索 就這麼一個政策 那麼當時那段時間 中印軍隊就在有爭議的這兩個地區 像下圍棋一樣 雙方就是說 你在這兒建個造索 我在你背後再建個造索 我在圍著我旁邊再建個造索 在堵著你那個造索 結果雙方就交織建了很多各自的軍事造索 對於有爭議的地區 都想形成一個實質管轄的繼承現實 而毛澤東就特別不理解 尼赫魯為什麼要對那個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不毛之地 這麼跟他交真 那麼毛聯想印度又收容了達賴喇嘛 而且印度的民眾又反對中共鎮壓西藏的遊行等等 那麼毛這麼連累的一想就堅信 好嘛 這個尼克魯是想利用達賴喇嘛 找個藉口 想吞併整個西藏 但是1959年到1961年 當時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餓死了幾千萬人的一個大饑荒 中共實在是沒有能力跟印度開戰 那等到1962年 中共國內情況稍微好一點 毛就決定要軍事解決這個問題 要打擊印度 這個其實並不存在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對西藏的野心 毛的這個思維角度 和他50年出兵朝鮮和美國打 其實是很類似的 就是總感覺其他國家要謀求他的皇位 就是這麼的危機感 那麼於是1962年10月20號 中共首先從中印東部邊界越過麥卡馬洪縣 向實際處於印度管轄的地區 以數倍於印度的兵力 向印度發起進攻 我們都知道 中共是通過在抗戰時期保存實力 然後經過殘酷的三年內戰 以中國人血流成河的方式打出來的政權 中共當時從中央到軍隊 都有真見過 屍體堆積如山的戰爭場面的那些人 而印度當局的那些政客 包括尼赫魯 其實很多充其量不過是社會活動人士 他們其實是面對的是有道德底線的 因果 靠的是遊行抗議 起家的這些社會活動人士 而尼赫魯這樣的印度政客 用對待英國的方式來對待中共 一方面跟中共在邊界上百般糾纏 而另一方面居然從來沒考慮過 中共真會對他們全面大打出手 所以他們居然沒有任何戰爭準備 結果印度士兵用的都是一戰那種老步槍 而且在中共發起衝鋒的30分鐘後 印度士兵的子彈就全打光了 結果印度軍隊全線崩潰 中共只用了4天的時間 就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戰鬥 然後中共就向印度提出停戰 並要求再次談判 那麼印度就不願意接受這種 城下之盟的這種恥辱 就拒絕跟中共談判 就準備集結兵力再次進行反攻 於是第二階段 雙方的戰鬥是從11月14號開始 那麼中共這次是從中印邊境的 東西兩邊向印度發動進攻 同樣因為中共絕對的兵力優勢和印度軍隊低率的武器裝備 戰鬥在4天內再次結束 那麼此時中國軍隊在東線已經進攻到了接近灰色線位置的地方 而在西線也佔領了一些重要的印度的關愛 此時印度尼克魯 早已經不把自己不結盟的政治理念扔到了九霄雲外 從11月21日凌晨開始拼命向美國求救 希望美國派12個中隊的戰鬥機和2個中隊的中程轟大機 使印度有能力轟炸中國境內的基地和機場 切斷中國軍隊的補給 你從地圖上可以看到 中共軍隊畢竟是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進行進攻的 那麼中共的軍事補給線是非常脆弱的 中共一看印度真向美國求救 而自己一方呢 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 反而站在印度一方罵中共挑釁 中共意識到自己攻下的這個地方 是絕對不可能守得住的 於是主動在11月22日 就是尼赫魯向美國求援的第二天 單方宣布停火 一個月以後 在東部完全撤回到戰前控制的麥克馬洛紅線以北 而西部也向後撤退20公里 退到大約目前紅線標識的西部這個位置 那麼這場戰爭對於印度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吃辱 但是呢 塞翁施馬焉知非福 這個恥辱也讓印度這個通過英國殖民而組合起來的 剛剛成立的15年的這個新國家 產生了一種凝聚感 因為這個戰爭引發對印度軍隊戰鬥力的反思 也幫助印度整頓軍力 那麼在1971年印度再次和巴基斯坦進行的戰爭中獲得了全勝 而且那場戰爭也使孟加拉國從巴基斯坦獨立出來 而尼赫魯呢 從這場戰爭的慘敗中看到自己對於中共一廂情願的幻想是多麼的幼稚 在鬱悶中在戰爭結束兩年後中風去世 雖然在戰場上中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但是中共很快就意識到 這是毛偏執的猜疑心再次造成的一個戰略誤判 中共打了一場沒有帶來任何實質利益的戰爭 傷亡兩千多中國士兵攻下的領土根本守不住 幾乎得全部回吐出來 而在國際上這場戰爭使它徹底失去了印度這個強大的國際同盟 而且世界多數國家包括蘇聯都認為中共是這場戰爭的發起國 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也從此開始惡化 這個愚蠢的決策錯誤是中共不敢向中國人民坦白的 所以現在你看百度百科對這次戰爭的描述 它完全迴避對這些問題的回應 而在中國歷史課本上 對這場戰爭勝利的描述也只是一筆帶過 而且這場戰爭也沒有真正的理清中印邊境的問題 在過去幾十年中印邊境依然是糾紛不斷 但是兩國都沒有再次啟動全面戰爭的胃口了 為了防止因為擦槍走火而引發的戰爭升級 雙方在過去這麼幾十年制定了一系列的協議 其中1996年制定的中印交戰規則中 首次明確 雙方決不得在實際控制線兩公里的範圍內開槍或者進行爆炸 那麼從那以後我們就開始看到中印邊境的很多衝突就變成了殘酷肉搏 那麼時間快進到2014年 印度進入了穆迪時代 雖然穆迪和50年前的印度尼赫魯總理在很多施政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偏偏他們對中共的理念在認知初期的表現卻驚人的相似 莫迪在2014年成為印度總理後五次訪問中國 是70年來印度總理訪問中國次數最多的 而且至少和習近平會晤了18次 莫迪和習近平的關係是如此的好 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講中說說他們兩人的友誼 說我們兩個會面的感覺是如此的親密親切坦誠 這種額外加分的兩人的友誼在很多情況下 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建立起來的 而習近平對莫迪的這種魅力攻擊 也確實給中共帶來了實際的經濟利益 2018年中共已經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共對印度的貿易中 中共淨賺了520億美元 但是歷史又是驚人的相似 莫迪的中國夢在它最美好的時刻 卻和當年尼赫魯一樣被中印邊境這個棒子再一次打醒 從今年5月份開始 中印西部邊界持續發生衝突 衝突的起因是中國軍隊反對印度在加勒萬河谷修建公路 地圖上的粗藍線顯示的是 印度想從它的達伯地區修一條到它最北邊的 簡稱DBO的軍事重鎮的一條重要的公路 DBO是印度對它的速敵巴基斯坦在北方最重要的軍事基地 那麼這條公路將是這個基地的一個生命線 所以這個公路對於印度的戰略意義非常重要 因為整個高原地區都是高山 公路只能沿著一個叫做Silk這條河的河谷修過去 那麼在加勒萬河流入Silk河的加勒萬河谷口 這條公路就幾乎挨上了我們標識的中印實際控制的紅線 那麼中印軍隊就因此發生了衝突 而衝突在6月15號進入高潮 印方報導 中共士兵用狼牙棒式的武器突襲了印度士兵 混戰中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 印度士兵的大規模慘死再次勾起了印度人 對1962年中印戰爭的回憶 印度國民對於中共的仇恨情緒在一夜之間爆棚 那麼穆地政府在民意和現實的雙重壓力上 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世界反共的先鋒 那麼穆地政府隨後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中共的軟件、通訊設備、外貿商品等等的制裁措施 而且印度海軍也開始和美軍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中國和印度兩個世界大國的關係發生了如此戲劇性的反轉 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極其少見 當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不得不感慨 在每個關鍵歷史時刻 每當印度準備向中共靠攏時 好像都有一個無形的大手把印度從中共身邊推開